还有10秒钟 成龙后前拳被小儿跳入缺反 较严重 哎呦靠死了还不放 好了 现在的比赛继续开始 成龙主力对战小儿的三分 赢500输 0的比赛 刚一开局 小儿就给成龙来了个下马威 讨厅精精神打了一套死 刚才是不是一关续 兄弟们 两千的小儿很强的是 圆珠叫出来了 龙哥现在防守 飞里打康了对家 善恶 龙哥近身小雕百合 主要命中的小孩 叫出东赵援助 一套死来了 吹发炸了 打完小孩没了 包啊 这个小孩叫包 同时叫人了 你有人我也有人了 都有人了 小孩用包发起进攻 但是这个起跳 被龙哥用八嘴里鼓得了一空 叫东赵再来个八嘴 一局里面中了两个八嘴里 没有办法呀 今天三问 你看规则 屏幕下方有规则 兄弟 三问打主力 红玩是小孩最后的希望 下必斩面梦弹 再接一个发水 可惜啊 成龙没有援助了 不然的话 刚才可以打 再打一套 红玩现在很难受啊 怎么办 下雷单发圈 包下雷 但是没有在板边 没发点 我龙哥说大为偏龙 如果能调打成龙啊 还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于啊 武断了啊 成龙还是有了有了把刷子的 你把成龙说的这么不堪 你让小孩赢了 他也对不对 也显不出小孩多牛逼啊 按照你这说法 小孩赢了他也 也不牛逼啊 好了 继续来看上对决 来对成龙对战 小二加油 这样比赛 随意有人打 其他人处理 还有一秒钟 零秒 小孩血量 占了一点点微弱优势 好了 本场比赛 来看成龙对战 小孩 小孩放弃了 金亚凡他也明白 自己没什么机会了 直接不如趁早了断 直接放弃 不严重吧 龙哥被从左边打到右边 又从右边给轰到左边了 他没有援助我刚才做好机会 有援助他赢了 下得再发去的把嘴里小孩 不过发摩出完了 哎呀 多好的机会 龙哥 成龙现在野智 我去这个后天拳 被直接跳贼地破装 百合神命中之后 跌腿挂冬子 没有冬子 这里是选择了 拜师 成龙利用了最后一个援助的机会 还有机会 八百人 没了 中断18秒 成龙现在发起进攻 他在等一个无限连的机会 还有10秒钟 成龙后前拳 被小孩跳入血板 较严重 哎呦靠 死了还不放过他 记得关注再走